Ryo聊四季 天然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立陶宛對上波蘭的對決 這兩位選手大家應該很熟悉 是DOT對上MBL 兩位都是世界頂尖的玩家 那我們稍微來講解一下立陶宛的能力吧 立陶宛能力開始15加150肉 他打棒棒也是有優勢的 因為肉比較多一點 或是可以直接個極速18匹上風 都可以做這些選擇的 再來就是他的長槍兵跟毛兵移動出加4% 那在封建時代打一個槍矛進攻來說的話 是相當有優勢的 這個優勢擴大之後上城堡時代 減移技的話每一間一個移技 騎士都會加一攻 這樣就可以一直擴大他的優勢 再來就是他的寶兵烈提斯 他的烈提斯是騎兵單位 然後可以攻擊無視裝甲一個能力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騎兵 他的金冠是可以讓毛兵跟戰毛兵 遠防加2 所以抗陷能力會更強一點 所以以垃圾兵來說 他應該算是精銳型垃圾兵的一個文明 好那來講一下波蘭 波蘭的話挖石頭會增加黃金 挖石頭也會減到黃金的概念 那再來就是他的村民呢 是在黑暗時代開始就會回血 所以他打一個塔弓 裝甲塔或是塔弓弓 這些戰術都是非常厲害的 再來就是他的比較特殊的東西 就是模仿 他叫大莊園 那大莊園的話 可以立即採收10%的農田食物 所以你喜歡玩農民的玩家的話 肉喜歡多一點的 我玩這個波蘭就對了 再來就是波蘭的話 他的金冠有那個大莊馬 好莊馬就是可以有践踏效果 就是你只要薄花黃金兵種 就可以擁有敗戰體驗聖騎兵的一個践踏效果 非常非常強 好那比較特別的話還有比較便宜的騎士 波蘭的貴族特權 騎士非常非常便宜 你一直只要30斤不到 還是30斤啊 大概是30斤左右的價格 比小公卡要憑你的騎士 而且還可以升到重裝 確定就是沒有三級馬凱 沒有三級馬凱跟遊俠 我覺得也算是蠻夠用 因為畢竟量大就是美 好那其他能力就不多介紹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波蘭的圖 波蘭的圖的話相對好 而且圖關鍵的資源都在後面 然後果樹黃金都在這裡 算是一個小天土 這個接濟快100分 我給90分 比較差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正面 雖然這邊算是很好 但是他的墓區 這兩塊還算是蠻 蠻容易被弄到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的兩塊樹都在正前方 就代表他的樹 很有可能會被射射啊 或者是被插卡幹嘛的 可是這個樹區算蠻厚的啦 所以還是有90分 所以要被弄到也是算是城堡之代 城堡時代之後的事情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吧 兩邊目前都是16P 然後都趕落 看一下道德這邊喔 先加速一下 道德這邊已經點到織布技術 兩邊都是一個19P 標準程序 19P加1 赤猴2 死人後點上了織布跟封建時代 我兩邊幾乎是同步時間要升級的 高手都是這樣子的 秒數都差不到快5秒 差1、2秒而已 好那兩邊都升上了封建時代 好那這邊點下一級木 欸這邊波蘭喔 MB有龍細節 這邊是先點下一級田 先撒田 好很重要 因為要出肉嘛 好那因為我本身也是波蘭玩家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細節可以學一下 有個人是比較喜歡 先點一級木 但是波蘭這邊MB有龍是選擇點一級田 讓我有點相當意外 那這邊點下一級田之後 這個灑 你看這個田一灑完 這個肉就會增加 哇 直接用跳的 很香啊 好那這邊的話 正面這裡好像有洞喔 這裡有個穴 看大家會不會補一下 好那目前看起來 MBL這邊圍家也是輕輕鬆鬆 但是這個田沒有灑好欸 哇 這樣會少一片田 沒辦法吃到大專門能力啊 但沒關係 那他是MBL我們相信他 好那這邊 Doubt出了三隻刺猴 那MBL這邊也是三隻刺猴 應該是嚴格上出的是兩隻喔 原本加一隻 好Doubt也出了三隻 那目前是四打四老吃老都是四隻 有一隻還在後面還沒過來 好看一下這邊 要不要衝進去呢 這衝進去會有危險喔 會直接靠著殘險 這個印場紅燈不是一件好事情 看到紅燈還是要停一下 危險的時候就是不要到印場 很容易會有流血事件發生 你們懂的 好 在這邊要不要按個場上臂防守呢 因為自己的獅頭都往無 在家裡跑了 沒有看到敵方獅頭的話 通常會按置場上邊喔 但是這邊已經看到了 獅頭已經往回救 看到他抓到這隻了嗎 欸咦... 居然沒抓到欸 經濟經濟 好ok 那這邊在補 繼續補繼續補 這邊 不要再繼續出肉麻 這邊破爛肉量非常非常大量 繼續出肉麻其實也不是個問題唷 但是這邊肉碼的血量很殘啊 三隻殘血 三隻接近滿血 但是對手長槍兵很多 那這邊的話可能要是按幾隻槍兵過來做支援 果然有按長槍兵 不然這個情況的話很難是打進去 那這邊的話已經圍好了 道德這邊右側已經圍得輕輕鬆鬆 好 那這邊 MBL 突然也算是回好了 好 正面要開打了嗎 我覺得不太好吧 對 先戳死一隻長槍兵 這隻一滴不收掉嗎 對對對 戳一下 戳那個殘血的 欸對啦 把殘血的戳掉就對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考慮打正面了 好 但是這邊MBL選擇是開下第二個大莊園 開始巨農一波 因為我要跟他客氣的 然後這個就是大宗的農田範圍 只要在那個區域內撒田的話 就可以立即採收10%的食物 相當的快 這個農田的速度 好 那這邊道德已經點下了 輪走技術喔 32P的時候點下 很經濟型的一個開局打法 那城堡時代先點下的話 封建時代先點下輪走的話 那待會上城堡 經濟就會很可怕喔 然後這樣城堡出馬 那個量就很多 欸這邊挖石頭 是要打寶兵嗎 立陶宛這個時間點 挖石頭 還沒有點下城堡時代前 就開始挖 而且又是四吋 通常就是要打寶兵了 那這場有得看囉 欸但是這邊 欸 欸 連你也挖石頭啊 MBL 兩邊都挖石頭 那這邊兩邊 但是這邊 MBL波蘭不太可能打寶兵喔 寶兵是步兵單位 有龍被counter的 那這邊的話 可能是想要先挖石頭 反正這邊波蘭挖石頭也會有黃金 那這邊挖石頭先插寶 防守 或者是要點這個貴族特權 都是比較方便一點 讓我有點小小的意外 好這邊加速一下 這邊應該是打不進去 那MBL這邊刺頭不知道在幹嘛 有點在發呆的樣子 好那這邊 藏石頭過來 等對方藏石頭先更多四隻 讓他這邊繼續圍這個 房子喔 來做防守 讓他這邊露馬 欸這邊居然要立根塔 挖石頭是要來插塔 來先搞墓區 好這邊長槍兵 好有 才戳這個了嗎 哎呀沒戳到 可惜可惜 好快戳快戳 這根塔應該是要建很久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交換 能不能換到洛馬呢 看起來是沒有 道德這邊控兵非常非常好 都只用長槍兵序 跟對外方互換而已 並沒有 而且這邊還想要勾引長槍兵過來戳 減少對自家長槍兵的傷害 連這個都想拖啊 好那這邊 MBL 把這邊守住之後 劍塔起來之後 扯往回拉 想要來包夾這邊的刺頭 但是 對方長槍兵雖然還是蠻多的 哇這邊直接硬 他不是吧 上城堡就開戰 很關鍵啊 太狠了太狠了 好那這邊一陣交戰之後 換掉了一些洛馬跟長槍兵 那這邊劍塔 把他鎖死 好那直接先開來TC喔 那因為剛剛有插劍塔跟TC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保密要發立即下 那反倒是這邊 立陶宛道德這邊已經選擇 要蓋一下城堡了 那蓋一下城堡之後 沒意外的話就是直接出列提斯了 那這個奇兵也不出了 列提斯更香一點 好那 這邊列提斯出了之後 要繼續打什麼呢 欸這個是幹嘛 為人家黃金啊 你這個小壞壞 居然還為人家的附金 哇這邊道德的金也太慘了吧 這兩塊金直接在這個樹外面了 我家裡這塊金吃完之後 一定要冒著生命無險去挖這個金 但是插城堡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 就是 跟MBL比起來就是比較差一點喔 他的附近是在右側 那有一塊的話比較外面喔 在左側高地 那這兩邊的話一樣插寶可以去守住的 好那這邊應該要開始下修道院了喔 這立陶宛道德這邊修道院可能要趕快下 然後這邊撿銀機 撿到四個他就是完全體了 好修道院開始蓋了 好快50% 那這邊 MBL也知道對手是立陶宛的關係喔 所以要趕快下了 蓋完TC招 馬上下了一個修道院 喔不只是一個喔 兩個修道院 直接要開始狂招猛招了 好那這邊我們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打什麼 那兩邊目前的話 那軍隊列提斯出來 好直接解掉這邊的長槍兵 你看這個 戳兩下就躺到這樣戳啦 哇列提斯一直出一直出 你看他列提斯的數值是100血量 然後13加1的一個能力喔 來你看打這個防止 哇很快 哇這血量掉很快喔 差點就打破了耶 可以招三隻嗎 唉呦 唉呦 差點就找到了 好可惜 好這邊有出了兩隻 這剩下防禦史達兩隻 肉馬要被截了嗎 唉呦 撞一下 再撞一下 唉呦 剩一滴 哇這個肉馬有點虧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肉馬放在這種地方 遺跡地方 然後等他過來有沒有 像這樣子 等他過來撿遺跡的時候 就去砍他的 那個那個什麼 生旅 但對手也是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一直有把 把兵派在一界附近 然後去做一個壓制 好那道特這邊是 單TC開局 那MBL這邊是4TC喔 這邊用開了一個 那下面這邊用開了一個TC 那TC 4TC打單TC 哇這要怎麼輸啊 這個經濟量起來之後 就會差蠻多的囉 那你就要看一下這邊 道特 要不要來前壓給壓力了 喔確實有可以前壓喔 這邊蓋一個高地堡 然後這邊還有石頭可以挖 很香 欸這邊列提士的數量其實有點多耶 哇13隻的列提士喔 那這邊想要來撿遺跡 那這邊 遺跡 同樣的 道特也是非常想要拿的 那這邊有繞了一隻刺猴 來看這邊的遺跡 守一下 但這邊 卻沒有人來防下這個遺跡喔 小尷尬 這邊戳死了這隻肉 這邊的話 房子快要爆了 進來囉 哇這邊直接衝進來 要來燒老BBQ囉 好 家裡的僧侶數量並不夠多 這邊僧侶都在左半邊 這邊僧侶都在左邊這裡 要開始招翔 開始招 開始招 開始翁起來 好家裡這邊 趕快右邊再縮寸一下 好這裡再翁一下 好這邊翁一直翁一直翁 可不可以再翁到一隻呢 這邊再縮寸 這裡要縮了 完蛋 完蛋 家裡瘋狂BBQ 這個僧侶招的量夠嗎 OK招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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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燒了三隻 完美 但三隻之後這些老頭應該就是要歸西啦 這個直接硬敲 這個老頭還是蠻快的 唉唷居然活下一隻老頭 太無情了 好那這一波 Dout這波送完之後 攻勢應該就會減弱蠻多的了 但是這波一定是要給的喔 因為這波不給的話 經濟會越拉越開喔 讓它縮寸的時間就更少 那這邊其實TC的距離都蠻近的了 有點這種包圍網的感覺 TC包圍網 你敢進來就用TC夾擊你的這種概念 哇這邊肉馬又殺了一隻僧侶啊 哇這個肉馬架子變成 然後肉馬有殺到一隻僧侶 就已經鑽爛了 然後這邊蓋一個寶 然後來收高地跟黃金處 欸當然是這邊 欸這邊有看到視野是不是啊 毒心術欸 哇還是有靈性啊 然後燒到這邊再蓋寶 趕過來抓一下 看只是有靈性喔 這邊抓一下抓一下 趕快收村 當然裡面已經人滿為患了 已經沒辦法塞更多村民了 這些村民是不是要跑啊 好不選的跑 好在這邊倒車選擇了幾台衝車要來拆這個寶 但是目前波蘭MBL這邊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可以出兵防守 哇這邊壓力給的非常大 中間再來一個大橫寶連環寶直接開都 那這個寶能立得起來嗎 好一個上億人蓋城堡 但是左邊有頭車 哎呦 而且還有立陶宛的烈提斯 烈提斯看到大量的僧侶直接往後拉 但是這邊距離應該可能造到一隻 欸居然一直都沒有直接打我臉 我的天 好這邊要直接用拳擊來打這個 頭車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車人在招翔 直接招了 哇直接招了五隻 哇瘋狂招瘋狂招 招完之後進TC 這個僧侶死了一隻 成功進了四個僧侶進去 這個寶居然蓋起來了 哇有衝車在底的情況下 你居然還行啊 哇我的天 這什麼蓋起來的話 這個箭矢給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強大 這個立陶宛的烈提斯 可能死傷未停產中 但這個寶能修的回來嗎 後面雙侶再繼續招 哎呦這邊出戰水兵 開始做防守 戰水兵一打這個衝車也是蠻有效率的 那這個趕快退一下的話 可能真的要出大事了 哇這會不會全部收掉啊 哇剩一台 不打了不打了 因為對方有城堡在這裡 那看起來目前 連NBL熟的還算是不錯的 跟道德這邊還是單TC啊 那這邊再補了更多的農田 想要再繼續出更多的烈提斯 但是經濟上越來越跟不上囉 62吋打89吋 烈提斯到底能不能逆轉呢 哇烈提斯像是13加50攻擊率喔 18攻 哇這邊蓋了個TC 會不會來不及 還好這邊突然打得起來 還行 這裂提斯有抓到 敵人的動向 那這邊箭矢一個支援 烈提斯就打得硬了 哇這邊一個烈提斯護狀 直接撞爛對手的烈提斯 哇兩邊都是烈提斯 搞得我好亂啊 好這邊再繼續開始頂 好能不能頂出點東西來呢 好那中間突破了 那這邊這兩個寶 這兩個TC就有點危險喔 這邊再蓋一個寶的話 那真的是啞巴儀了 好左邊再蓋一個寶 那這邊可以城寶雙寶加擊 然後趕快丟那個巨型頭之獄 哇靠直接在你臉上蓋寶 直接把這個田插掉 這兩個TC 太狠了 道特你真的是太狠了 難怪你會有道特寶 我終於懂了 他這個寶都超級身差 難怪會有道特寶出現喔 好那這邊城寶 三連寶繼續給壓力 然後重生繼續開始頂 那TC沒意外的話 是可以順利頂掉兩個 那這邊鐵也可以喔 那這些農鐵也是相當危險 那目前NBL只有出這個寶兵 這個奧布奇戰垂兵喔 這個錘兵打什麼單位都很好用 但是就是不要怕箭矢 嗯 步兵每個玩家都怕箭矢都沒有辦法 那這邊 站錘兵放在這個位置 有點怪怪的 算應該是要回來先救這個地方 這邊已經被突入了 而且這裡又是主經的地方 把兵甩在你是不是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 立陶宛道特已經開始升到帝王時代了 那波蘭這邊雖然村民術領先了大約40村左右 但是由於出了很多村民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雖然是優勢領先的 但沒有足夠的肉量可以上帝王時代 那道特這邊喔 反而是單機視野關係 所以村民的需求量 肉量本來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邊蠻順利的就到了帝王時代 那這邊巨型托使機要不要開始出了 欸但是 欸不對為什麼波蘭這邊也 我看錯了不好意思喔 兩邊都上帝王時代了 更正一下更正一下 大會報告 波蘭的肉量不能小看喔 剛剛還想說奇怪 為什麼波蘭其實看起來蠻多的 為什麼沒到帝王時代 原來是我肉看了 好那這邊開始衝撞 撞一下撞一下 好能不能撞到點東西呢 這邊肉馬達良進來 助踹殺村民 你看這個打村民 數量非常非常快 欸這樣在拉走 為什麼 好這邊下面其實很多村民 可以開始頂了 好這邊走車 也在做輸出 但是巨型托使機 已經解掉一台城堡了 要來解第二個城堡了嗎 這邊這邊 哇更大量的起兵衝進來 殺村民 波蘭MBL 這邊村民術 只轉擊一下 只剩到94村 還在下降中 完蛋 這個死傷很慘重啊 哇塞 這一波進來 經濟真的是被重創了 但是這邊巨型托使機 的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台啊 哇這個城堡應該是修不開啊 哇6台巨型托使機啊 我的天 這邊找到一個奧布奇 然後被一個城堡射死 好這邊再繼續投擲 看一下能不能投出一片風采呢 可以啊 道得因為這邊機器很差 沒有石頭 所以這個修不開了 好那這邊中間都沒有城堡之後 MBL要開始進攻了嗎 轉手為攻 可惜這遊戲不能吸奶喔 只能靠自己 這個轉手為攻能不能幹大事呢 好這個奧布奇 開敲 再繼續招翔 哇很忙很忙 又要招翔又要進攻 又要巨頭開拆 然後又要修 哇很忙很忙很忙 哇這邊還點下這個 印刷技術 我的天 哇塞 這邊突然轉一個生旅流啊 好這邊寶兵 奧布奇 量開始起來了 23隻奧布奇 那這邊反而是道得 經濟還是蠻慘 68村 但是沒有打算要開TC的意思 還是想要繼續給壓力 哇這邊敲 算命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哇很快就是 這邊 欸這邊巨頭兩台被拆掉耶 小虧 這邊 奧布奇 敲的速度非常快 那順便帶一條 奧布奇 敲下敵人單位的話 那就會減一攻一防 而且是永久的 直到他們的生命值滿血為止 那生命值滿的話 那個裝甲就會被修復回來 算是一個小細節 假裝這個細節也不會 太多人知道 其實連我都不知道 我是最近去查才發現 奧布奇 被打的話 可以用補血的方式 補滿血 那個裝甲就會恢復了 我也沒實際測試過 是看維基百科這樣說的 好 那到了這邊 蓋下兩隻城堡的家裡 看來要想要去暴力提示 那烈提示 很需要大量的城堡 那這邊城堡量很少 而且是單TC 經濟上來說是非常非常慘的 反正是MBL這邊村民數很多 領先大概快50村了 那經濟上來說的話 感覺MBL已經 穩了吧 都會贏50村 又是波蘭 肉無限多 這邊還點下金罐了 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這邊肉馬就會有践踏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可不可以來跟這個烈提斯 互相拼比一下 但烈提斯他比較適合打這種 重裝甲的單位喔 但是肉馬的話 裝甲其實蠻低的 那個優勢就沒那麼好 但烈提斯的基本攻擊還是很高 有21 所以 嗯 就算不是打重裝甲的單位 也是輕鬆解決 好 來看一下這邊烈提斯 能不能再幹點大事了吧 好烈提斯再繼續衝 開始衝 開始衝 又要衝進去 再殺一波村民了嗎 哇這邊烈提斯 很快 剛剛敲對手烈提斯 喔集火基本上秒殺了 撞一下撞一下就沒了 然後這邊村民又要被屠殺一波 看這邊奧布奇走得很慢 在後面當跟班 大哥在前面殺村民 小弟在後面跟上的感覺 好終於敲到一幾下 但是這邊到頭有在控兵 被敲了就馬上跑 其實沒有損失太多的烈提斯 那這邊還在繼續殺村民 哇塞 這個是首點村民的概念嗎 繼續再收 好巨型托斯基 現在不敢出去喔 因為怕這個肉馬太少 雖然現在有那個践踏能力了 但是這邊三攻還沒有點上 上攻沒點上的話 這個反抗騎士能力就不太好 好那這邊到頭 這個單TC點下了這個 精銳烈提斯 精銳烈提斯點下去之後 能力會更好 喔16加6 我的天 攻擊力好狂阿 242攻擊力 好那這邊大肉馬出來 想要來夾這個烈提斯 但是你們看這個打這個烈提斯 跟抓狼一樣阿 如果烈提斯這時候反打的話 這個肉馬就會透過血流 你看 瞬間消失 死這兩隻肉馬就沒了 反而是這邊大肉馬 想要來硬扛 卻沒什麼傷害的感覺 很大人的MBL 這個出肉馬的決策 我不確定是不是一件正確選擇 這看起來有點尷尬 真是有點尷尬 好這邊生女招牆 確實很有用 招到烈提斯的話 就可以用烈提斯做一個反打 效益還蠻好的 但是這邊肉馬的量 實在是很多 但是要直接硬打的話 烈提斯又有優勢 又要硬傷了嗎 還沒有 這邊城堡有 這邊有四台巨型投石機 城堡有點難扛喔 扛不住很危險喔 這邊肉馬直接硬扛 但是這個烈提斯有讓三隻 想要到後面去解巨型投石機 而且才瞬間解掉一台 第二台也不知道解不解掉 而且烈提斯打正面能力太強了 肉馬直接被蒸發掉了 完蛋 你沒有三攻還點肉馬 哎呀我看不下去啦 好慘啊 直接被烈提斯打成白癡啊 這些大肉馬 好像顯得波蘭大肉馬很廢欸 喔對阿 在烈提斯運行確實是很廢啦 確實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奧不許 要再補雷先過來 想要來防守 但這邊烈提斯的數量實在太多啦 直接練有點問題 一直在過去送的感覺 好那這邊城堡下守住的這波攻勢 那賈里正面要再蓋個城堡防守 不然這邊農田被燒也不是犯法 補一個城堡來守個正面也是好的 哇這邊兩隻老頭直接白給 沒了 好那波蘭MBL這邊要怎麼打力提斯比較好呢 個人是覺得直接出場上帝跟他互打了吧 或是直接爆出大量的便宜騎士喔 30黃劍騎士跟他互換 雖然已經換輸 但我覺得比肉馬好太多了喔 扛線能力 而且這邊MBL現在瘋狂缺肉 這裏太多村民被殺掉的關係 所以這邊村民樹開始降落下來了 DOT單TC 還在強軍事 繼續再做一個無情輸出 攻擊力已經到最緊線了 16加6攻擊力全滿的狀態了 防衛的部分也三滿了 1加4遠防有5 近防有5 兩邊都是5 5開 好帥 這樣呢這邊MBL 家裡全部都在BBQ的狀況 家裡已經過不陰傻了 怎麼辦呢 錘兵也追不上 這邊村民樹一直被殺 然後還不能出去種田 然後中間這個TG還被硬拆 完蛋 這個拆TG速度好猛啊 家裡這個TG爆之後 旁邊的村民放出來 又要被再殺一波 村民樹已經要被拉 大軍化到持平村了 殺80村對上90村 然後這邊MBL還在補村民 但是兵力一樣還是一點少 哇 帶這個水兵過來想要硬敲 但是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雖然這裡也是精銳奧不齊 但是奧不齊的攻擊力沒有升滿 哇 這邊MBL是不是忘記升三攻啦 好 這邊這邊打完之後 寶要再蓋一個嗎 這邊再蓋一個寶 這把打的時間有點長 我們快點一下 好這邊 又要鑽進洞進來 又要再繼續塗了 兩邊都沒有打一個大決戰的感覺 都在瘋狂燒而已 這個城堡應該沒意外還是蓋起來 因為箭矢射列提斯還是蠻痛的 這邊減少一下速度的時間 OK 這邊奧不齊的過來開敲 但是到這一次我在控不一定沒關係 所以這邊 列提斯並沒有送太多 列提斯的數量一直在20左右 哇其實蠻多的 因為你是單TC 然後打成很像3TC的兵量 好那時間來到了54分鐘 好那DOT已經有快80吋了 單TC 然後再補下一個TC 雙TC現在開農 現在開農的話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應該是可以喔 因為剛剛波蘭MBL這邊已經死了 非常大量撐 經濟一上已經被拉回來了 即使他是波蘭也很難救這一場 但還不好說 兩邊都是頂階玩家 應該還是有辦法可以救的 但我不知道怎麼救 重點是我不知道怎麼救 雖然我是波蘭玩家 我也不太知道要怎麼打列提斯 沒錯 平凝騎士好像也會被撞爛 量的壓比他大非常非常多才有可能 不然就殺出大騎兵喔 但大騎兵又追不上他 所以波蘭打這個列提斯 真的是有點小小困擾 那初寶兵也追不太上 那這邊的話就只能任由對手一直進來鬧 就很煩 好這邊又進來大量一波 三級攻依舊沒有點下 那 稻草這邊已經是完全鐵 波蘭全滿 那這邊波蘭有點下三級農田 那這邊三級農田對波蘭的肉量幫助非常非常大 我記得好像一採收完就是加五四肉 好這邊又讓一大伯進去做一個騷了 那這邊要硬拆四級秒來決戰了嗎 這高低打低低了嗎 好直接開中了 答案是不 選擇去打大中原 這個不敢點到的吧 我的天 這點錯 哇這邊直接一個大開戰 能不能全部吃掉這個列提斯呢 哇好像可以 哇這個奧不齊還是有點能力的 哇雖然沒辦法 像列提斯這樣積東西這麼好 但是只要正面開戰的話 還是能全吃的 哇到的這一波控兵食物啊 直接去點大中原 全部的列提斯 傷害都沒有打在這些兵身上了 哇導致那波有點勒送 這邊列提斯更大量的去爆出來 中了一波 我再來第二波列提斯 雷提斯的數量還有24隻 那奧不齊這裡有57隻 哇打正面來說的話 目前不然是非常的猛的 要不要直接A過去給阿力呢 哇要是這一把是日本武士的話 打這個列提斯感覺是很有料的 這邊是奧不齊 奧不齊的話 減裝甲 每打到個下就減一 減一防 各遠防減一 如果是日本武士的話 敲這個應該是蠻快的 大概4-5下就可以11隻列提斯了 沒意外的話 可能5-6下吧 4-5下已經太浮誇了 5-6下應該是可以 好列提斯的血量目前是150滴 喔血量算是可以的狀態 雖然沒有像1192游侠這麼多 但是以他的體質來說的話 這個150血量也是多用 哇這邊正面只用大歐馬硬砍 這邊列提斯 但效果非常非常不好 因為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這邊傷害很低阿 哇NBL這邊 似乎已經忘記有三攻的存在 那這邊列提斯 這邊右邊挖野精 然後蓋個城堡 還出了巨型投資機 想要來直接猜右邊的經濟阿 哇這邊DOT太心機了吧 好阿布希直接上來 硬打了嗎 好直接繞到 射程範圍內要高低打滴滴嗎 不打這邊直接棄手 直接把這個巨型投資機 放在野灣任人拆 好家裡再繞一些肉馬軍去燒了 好 那左邊這邊列提斯 又有在做防守 那又左邊還會鋪一大落馬 沒有找任何東西 這邊需要有巨型投資機殘手做 這邊會出一點嗎 還是要直接打正面了呢 好這邊正面開打 直接包起來 有機會包到嗎 沒機會 哎呀又被繞了一波 好左邊有更大的落馬 加列提斯想要來燒了這邊農田 但是MBA的時候村民樹剩下88村 村民樹已經落後了DOT了 DOT像是... 89村 但是這邊列提斯還在繼續殺村民 這個燒好太煩啦 這次出落馬 四位打不太贏 正面要來決戰了嗎 奧不齊右邊有一邊被撕掉 這邊列提斯的量非常非常大 列提斯現在場上有55隻 那加里大概有20在作爛 正面的話還有30隻列提斯 這邊的話沒有長槍 並只有奧不齊能打得贏正面嗎 我覺得很混難 加里還在BBQ 但是有奧不齊去救 好這邊要打了 開打了嗎 這邊小小開戰一下 但是加里奧不齊也直接黏上去了 OK順利撕掉這些 而且... 極高傷害的奧不齊 那列提斯這邊直接開始堵起來 好 錘兵直接往前錘 但數量有點慘 而且還在人家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直接往後拉一波 拉完一波之後開始打正面 但正面的話量似乎不太夠 只有一排人搶 這一排人搶垮了之後 列提斯就可以直接無傷了 哇 列提斯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總共有... 大量的... 超不起大概二三十隻喔 直接死在列提斯的手上 但這邊均勻投資機出了到四台 卻沒有正面部隊可以硬扛 然後做進攻的一個方法 右邊這邊有些進攻 已經投掉這個城堡了 家裡的村民數量還是沒有拉起來 反正是沒有越少 八十二村打六四村 村民數越拉越開 這邊MBL打出了GG 哇列提斯好猛啊 雖然DOT這邊是單TC喔 但是他這邊輪走開得早 可能是這個原因喔 導致他這邊經濟上... 有點小好 好像上了城堡時代 然後點了二級目 然後開始爆列提斯 單TC打4TC 還可以打出這種成績 真不愧是爺爺啊 江還是老的辣 那這邊... 我不確定MBL 是不是點了金罐出大肉碼出的關係喔 我覺得沒有標 這一把點大肉碼 跟大肉碼打列提斯... 有點虧喔 不如直接出級兵 但是他有可能需要 一個機動性的部隊去做騷擾 跟偵察的關係喔 雖然是選擇大肉碼 而不是選擇便宜騎士 恩... 主要還是三攻吧 三攻沒有點到喔 確實有點虧喔 那聰明的話也沒有維持的關係 一直被騷擾 導致這一把有點落敗的有點慘 雖然MBL我覺得也是扛了蠻久 正面也是打了蠻多波的 但立體斯已經有了四個移地的情況下 實在是很猛 好看一下資源的部分 資源的話... 波蘭這邊是贏了一萬五千肉 肉量絕對是贏的 但是其他資源就不一定 因為波蘭應該是這個西帝國裡面 最會農的一個文明 所以肉量會很多次正常 好... 那看一下這兩邊時間都其實差不多 其他數據都還行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支持我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